老台商哭哭 控海派酒女炸5000万 结局是这样 请问一下今天还好吗 戴着口罩帽子不愿回应 她就是被控诈骗老台商5000多万的海派酒女 如今判决结果出炉 法院局认定她诈骗200多万 陪她一年二月 无信台商控诉 四年前在台中海派酒店认识陪酒的芳女 芳女对她大展妹功 让她砸下重金 每月花费20万包养 还买车买表买包送她 但芳女去年二月突然失联 老台商不满三年来 总计被她炸走5158万 怒告她涉嫌诈欺 但检察官调查只认定 芳女诈骗1400多万 另外3700万都是馈赠 不算诈欺 法院审理期间 芳女强调双方是交往 不是包养 法官调查认为 芳女只有谎称开美甲店 向台商拿200万的部分涉嫌诈欺 其他都算台商馈赠 依诈欺罪判芳女一年二月徒刑 东新闻台中报导